保护自己免受重大灾害或者灾难危险 在悲剧发生后才发现自己没有购买足额或者适当的保险 这是最糟糕的 保险是一种需要购买的非常规商品 事实上呢 大多数人并不是买保险 而是被卖保险 一般都是保险业务员在推销保险产品的过程当中 逐渐诱导顾客做出最终购买何种保险的决定 这样的购买过程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由于各种保险产品存在着诸多细微的差别 使得顾客很难直观地比较各种保单 因此很多人有保险却从来不看保单 为了避免悲剧后果 你需要购买适合自己的险重 还要去了解保单上到底写了什么 保险的重点呢 应该放在聚灾方面 在这种实际情况可能很遥远 但是一旦发生 就会严重侵害你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你承担不起的灾难 可以通过保险来保护你 抵御这些灾难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